话重点,腾讯可继续,据外媒报道,在本周三发布了灾难性的第二季度财报之后,Facebook周四创出美国证券史上最尴尬的记录,市值单日蒸发了超过1000亿美元。 根据金融数据服务提供商SatSat提供的数据显示,受股价周四暴跌近19%的影响,Facebook市值暴跌1194亿美元,较至5102亿美元,按照周三的收盘价计算,Facebook市值约为6296亿美元。 在此之前,美国证券市场从没有一家公司单日市值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,不过有两家公司曾非常接近这一数值。 2000年9月22日,随着网络泡沫破灭,英克尔市值在当日蒸发了907.4亿美元。 2000年4月3日,微软市值曾减少了800亿美元,除上数两家公司外,市值在一个交易,日内大幅下跌的,还包括苹果和埃克森美孚等公司。 苹果市值在2013年1月24日曾减少596亿美元,埃克森美孚市值在2008年10月15日,曾锐减525亿美元,Facebook股价周四的暴跌。 主要受该公司第二季度营收,及全球运活跃用户数量为达市场预期的影响。 该公司还在电话会议中表示,今年下半年的营收增速可能会放缓。 在截至6月30日的第二季度,Facebook营收为132.31亿美元,较少年同期的91.64亿美元,原增长42%。 其中,来自于广告借务的营收,为130.38亿美元,比上年同期的91.64亿美元,增长了42%。 来自移动广告的营收,约占整个季度广告营收的91%,上年同期这一比例为87%,Facebook第二季度建立稳为51.06亿美元,比上年同期的38.94亿美元,增长31%。 11,Facebook第二季度每股贪薄收益为1.74美元,高于上年同期的1.32美元。 Facebook在6月的平均单日,活跃用户人数为14.7亿人,比上年同期增长11%. Facebook第二季度营收为达分析师预期,唐森路透的调查显示,市场分析师此前平均预计,Facebook第二季度,营收为133.6亿美元,每股贪薄收益为1.72美元。 在Facebook发布财报之后,已有多家投行下调了该公司的股票评级和目标股价,也称集是No More Restinet的分析师马克·凯利就在研报中指出,随着核心用户增幅的停滞,我们认为在目前推荐Facebook股票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。 该分析师在研报中,把Facebook股票评级,从满入下调至中心,Facebook股价周四在纳斯达克证券市场常规交易中,暴跌41.24美元,跌幅为18.96%,暴收于76.26美元。 对于跌幅也创出Facebook自上市以来的单日最大跌幅,过去52周,Facebook最低股价为147.80美元,最高股价为203.55美元。 编译铭宣费安免责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子的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